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不对 你不能都不问 真的 小时候 两三岁 大家都很爱问 为什么 为什么不放 为什么要放 对吧 这是不是值得我们去问 可以吗 真的 只要你不是问我一些什么 金融 我都会很乐意跟你来去分享 我知道的知识 这才能够达到 教学相长 可以了解 我的意思是说 这边多加了一个 D 是有意义的 过去是 请问你刚刚是不是一定要先建立好 relationship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函数 他就刻意加了一个 D 如果你没有建立关联 对不起 他就不能用这个函数 然后 更神奇的地方 他只会呈现 本来这张资料表叫登格勒资料表 我们是不是关联过去 他只能够呈现 只能够呈现什么 另外一张资料表 你看 另外一张资料表的相关篮位是不是都放在这边 好 然后这时候我们要选什么 年底人口数 对不对 TAP 键 又挖虎 我不知道你这时候会不会思考到 那奇怪 他怎么知道说我要对到什么地方 我是不是要对到那个 就是 我现在我这一格 我这一格 我要放这一个记录 我要放什么人口数 什么的年底人口数 是不是那个居住县市和居住乡镇 因为关联不是已经建立起来了吗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 好 Enter 我想在座一定有些人不太了解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答案 你有没有看到高雄市三明区 这边是不是出现人口数字 可是我刚刚的问句 我刚刚的请你们思考到的是 我刚刚只设了一个参数 那个叫做年底人口数 对不对 我本来就是要放年底人口数 没问题 可是他怎么知道我要放的对应过去是这个高雄市三明区的年底人口数呢 那是因为我们刚刚关联 我是不是把区域别跟什么 居住县市二居住乡镇建立关联 可以吗 所以他当然会比对这两边要一模一样 所以他就去看居住县市和居住乡镇是什么 他就会去找到内政部里面的那个区域别的名称 一模一样的时候 他就放人口数过来 那我这张资料表 这边人口数要怎么放 我是不是要勾这个人口数 你勾了人口数这边是不是看到宜兰县三星乡 看到这个人口是不是21467 然后这个人口数呢 这个人口数请勾平均 这个人口数为什么要勾平均呢 因为刚刚在这张资料表里面 这边他预设他会把这些数值全部加起来 请问一下高雄市三明区 人口数再加这个高雄市三明区人口数 再加高雄市三明区的人口数 这样加起来是没有意义的 可是该区的平均人口数 是不是就是真正我们要的那个数值 可以吗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人口数没问题 好 那接下来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有看到吗 这是什么意思 宜兰县其他有看到 请问内政部会不会有一个地区名叫做宜兰县其他 不会 所以我们要把那个人口数是大于1的 我才要呈现 请问有没有任何一个行政区只有一个人 说不定有可能啊 就是 例如说这个就是倒亡 没人了 可以了解我在说什么吗 可是 可是 没有人 没有人 那是很奇怪一件事 看你是要设大于0 还是大于1 这样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我们台湾应该没有倒亡了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 请把这边这个筛选 这是用筛选的 你不用刻意把那个什么其他 过 我这边直接筛选掉掉了 这边我们看到 居住人口数的平均有看到吗 请把它设定那个筛选 大于 大于有没有看到 大于多少 1 然后套用筛选 这样子的话 那个其他就会都删掉了 因为 因为请问等一下我去算那个 每10万人口八升率 如果分母是空值 它是会变成产生一个无穷大 所以我会把那个没有的 像什么其他拿掉 那请问为什么会发生其他 它有县市 居住县市是有出来的 可是没有居住乡镇 为什么 可能 因为这个资料很长 资料很多年 可能一刚开始1998年时候 我们没有思考到我要搜集到这么详细跟完证 就是它会有登记居住县市 可是就是没有登记到那个乡镇 有可能 那 可是你不然就把这个资料就拿掉了 是不是蛮可惜的 可是我现在我的计算方式是拿掉的 因为我既然没有相对应的人口数 你算算也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如果其他很多的话 例如说宜兰县其他 它所占的比例是很高的 你还不能随便拿掉 你就只能怎么办 假设这边看到宜兰县 宜兰县其他有一百 这边是不是都很少 可是你看到宜兰县其他有一百 请问你要怎么办 你就只能统计到县 忽略乡镇 对不对 然后可能那几年是统计到县 就好了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就是 你只能讲说 有资料的时候 大家一起理 没有资料的时候 大家一起理 只能分两张资料 在做这件事情 对吧 对 对 谢谢大家